台湾足球传统禁旅台电足球队 一如往常的在所属大本营凤山积极操兵 为了就是接下来要在即将登场的 亚足联主席杯小组预赛中 踢出最好的成绩 本立于1979年的台电队 是国内足坛长青术 夺下的奖杯只能用满坑满谷来形容 台电队也很珍惜 在逆时的联赛是常胜军 尤其是在去年 前年就是2011年的亚洲主席杯 我们台队拿下了冠军 这是我刚刚创造58年来的记录 总教练陈桂仁也是出身自台电 年轻有拼劲是他的最大特色 平常与球员之间都以兄弟互称 这种拔钢琴的执教风格 是台电在场上发挥最大团队战力的关键之要 民国102年的1月25日 陈桂仁还受赠为国家教练 以肯定他的努力 一年一度的主席杯是为了让亚洲地区足球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发挥空间 从2005年起所举办的跨国俱乐部性赛事 5月7号台电足球队将在尼泊尔出展蒙古 希望所有喜好足球运动的球迷一起来为中华队加油 炸天 炸天 炸天